就是因为AI爆发性的成长非常多的企业 现在要来抢的是AI订单 但是鸿海在今天的法说会上面 董事长刘安伟最新宣布 下修今年的营运目标 从持平转为是小幅衰退 他也讲说主要是因为 全球现在外在的变数还是非常的多 鸿海AI布局在拿大单 传出包办回答 HGX和DGX伺服器AI晶片机板订单 瞬间跃居成灰达晶片机板最大供应商 甚至连 Hey Siri 苹果内部正在打造的聊天机器人 Apple GPT也传出鸿海独家提供 专用伺服器的训练和测试 我们上半年伺服器毛利率 仍年增超过一个百分点 表示我们在高阶的AI产品和客户上 都有很大的斩获 AI伺服器强劲成长 鸿海也公布上半年财报 营收2.76兆元 毛利率冲上6%大关 但也坦言下半年进入传统旺季 但市场恢复力道还有待观察 今年营运从持平下调到小幅衰退 集团专攻深层式AI伺服器的占比还不高 但成长相当的快速 以今年的上半年来看成长超过百分之两百 而下半年的增速将应该会超过市场的增速 AI要实际贡献大厂营收恐怕还要一段时间 而14日相关类股也是涨跌互件 人保广达大涨6% 华硕一度占上380元 不过技嘉伪创则是陷入整理 因叶达更是重挫7.65% 所有股票都回挡的状况之下 可以把持股的一个部分调整到 一些主流AI的一个族群里面 因为第三季看起来定子忘记不忘 应该是已经成为定局 但是我们目前看得到的就是只有AI能够成长 也就是说盘面走势将从过去 只要跟AI沾边就大涨 走向大者恒大 端线拉回整理 也许正是投资人 重新审视各股体质的好时机 东森男新闻许前红佩玉特别报道 看盘不中断赶快来按赞 东森财经24小时股市直播来咯 快点扫QR Code加入 让我们来陪着你们看盘 最及时的盘中资讯 最权威的投资分析 满满一整天盘后交战